窦文涛在一次节目里 讲了一个耐人学位的故事 他的朋友借给别人钱 结果还回来时少了 朋友百思不得其解 说了一番话 结果两人的友情就此止步 窦文涛有个朋友分三次 共借出去16万 因为彼此都是好朋友 所以就没有写欠条 可后来对方只还回来15万 而且还说借款已还清请查收 他也怕自己记错 就没有回复对方 然后查以前的借钱记录 结果就是借了16万 可是这件事该怎么说成的大问题 他也不想因为一万块钱 伤了这份情谊 想了很久 他还是决定要说一想 在他看来好朋友之间 没什么可以隐瞒的 于是在一次饭桌上 他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 对方当时愣了一下 于是赶紧说到 这一万块钱无所谓 不能伤了咱们的友谊 才是最重要的 可他没想到第二天 对方就转来一万块钱 然而此后等他再联系对方时 对方却一直躲着他 后来他向窦文涛诉说 这是办得特别后悔 后来的他也一直反思这件事 一旁的马卫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向朋友之间借钱要么不借 要借就白纸黑字写上欠条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跟对方说 当初借你的是十三万多 还了两万 这样两人就会一起查借钱记录 对方也不会觉得丢面子 在场的嘉宾听后 都觉得非常有道理 但对于借钱这事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借钱是情分 不借是本分 你对于朋友借钱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评论留言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 Kita